什么东西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可以跟我要这张图 这是我刚刚谈的音阶的位置图 橘色就是所谓的拉行音阶 然后绿色就是它上下的一些延伸 其实你不用管什么行音阶 其实我也不管这个 其实我说真的 我是很多看了我视频的人 然后跟我交流之后 我才知道那个叫拉行音阶 因为我也不管它的 因为这个例子是说 你可以寻找音阶的相对位置 比如说如果刚刚那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它的都不在那里 而在随便一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好了 我也不知道它是极品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调 你就可以在这边找到这首歌 好你看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第一下弹 第二次是 明明是一样的 为什么两次弹的不一样的位置呢 其实你可以发现它的区别 一个是 它就是单音 另外一个是 它有点滑音 好 那你要不要整首歌都滑 那也太滑腻 太油腻了 太油滑了 你可以偶尔用 比如说 这个地方可以很适合 就有点太生硬了 好 这样就比较油滑 那你要不要全部都用呢 那就太滑了 滑来滑去跟泥秋一样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有些地方用滑音 有些地方不用滑音 然后不要规定自己 每次都不一样 好 我现在乱弹一次 那你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 它可能会有错误 但是 我的脸皮很厚 就是如果有错误 我也会不顾错误的 继续往下弹 假装我是故意的 然后我现在弹出来的功力呢 大概就跟我二十几年前 弹出来差不多 这二十几年都没有什么进步 但是没有关系 它就是一个 在某一个把位上的应届练习 好 我先随便找个地方当多 就这里 这里好了 它是三弦的六品 其实它是一个声C 但是没关系 我就以它为多 开始 你看这里就错了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关系 你就厚着点 继续往下弹 对不对 刚刚有一个错 但是不要管它 刚刚有一个错 这是一个练习 你可以试试看 拿出任何一首你熟悉的歌 你就随便弹 你看我刚刚发现 就是 但是我变成 就是你走错了 走错没关系 你就多摸手几次 最后你就会找到 它该在的位置 或者是你经过了许久的练习 你找到了它正确的位置 或者是你没有找到正确的位置 但是你的脸皮越来越厚了 跟我一样 好就这样练习一下 然后需要这张图的话 喊我发给你